《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胡柏倫 有一天我有個朋友問我 喂 你是甚麼人 我回答他 甚麼眼睛 好人 不是 我問你哪個國家人 我就回答 說真的 我究竟是甚麼國家人 有人會說 中國人合不合呢 好像我又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拿著中國公民的護照 我誠實地回答他 我是一個香港人 然後立即回答我一句 喂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喂 香港真的不是一個國家 我問我甚麼國家人 唯有中國吧 原來香港人 作為一個香港人 真是比較特別 有甚麼特別呢 原來香港人 拿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呢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三顆星人士 為甚麼會叫三顆星人士呢 大家在銀包拿張身份證出來看看吧 你會否發覺 你身份證上面 在出生日期之後 會有三顆星 三顆星應該有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 甚至可能有些人有三個四個五個英文字母 我們那些就叫三顆星了 甚麼是三顆星呢 原來在身份證上有三顆星的人呢 就是說你在香港擁有一個永久性的居民 即是一個永久性的居民 甚麼代表永久性的居民呢 例如你的工作是不需要受到任何限制的 沒有說你要向日本處署長受申請 你可以隨意離開或者進入香港境內 受到香港的所謂的政治保護 不是 抱歉 說錯了 沒有政治保護 是入境保護 即是說它是不可以禁止你入香港境的 但可以禁止你出境 例如你化一化是保釋後審期間 那你就不可以出境了 OK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這些叫三顆星的人 有三顆星的人就一定是18歲以上的 不知道各位在網上的朋友 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有沒有三顆星 如果你沒有三顆星那又代表甚麼呢 有些朋友可能有一顆星的 一顆星就低級一點 其實就跟香港的三顆星的人一樣的 只不過他就未滿18歲 而一顆星的人就是11至18歲之前那天 就是一顆星的 很多人又會跟著問 喂 既然有三顆星 那麼後面那些A啊 Z啊 X啊 Y啊 N啊 O啊 C啊 那些代表甚麼呢 先說 先說一下A啊 剛才說到三顆星 很多香港人都會有A字在後面 那A字是甚麼呢 A字代表有回港權 以前呢 小孩子我們沒有要申請回港證的 而且這樣到現在都很重要的 即是回來香港呢 要替他申請一份回港證明書 11歲以上就不用的 就用身份證出入境的 那 那 有個A字的話 就代表你是可以在香港居留 而且可以擁有一個回港的資格 那 那 可能有些人又會有N字 那 有N字的朋友 不妨你想一下你是否曾經改過名 那 如果你是曾經改過名 例如我以前叫做 陳大文 現在改了名叫做 陳小文 那 那就是有個N字在那 那可能有些人有W啦 X啦 Y啦 Z啦 Z在香港是比較常見的 那Z即是甚麼呢 Z就代表你在香港出生了 那 報清在香港出生 那當然在現在這個年代就不會有報清這件事 即是說你實際上在哪裡出生 那以前是甚麼 為甚麼呢 以前呢 1947年 那 香港呢就統一發這個身份證明文件 不是就是 港英政府年代就統一發放這個身份證明文件 那 所有人呢都要向這個 人物 當時的人民入境事務處的處長呢 就去申報自己是甚麼 那 有些人就會申報自己在大陸出生啊 那 有些人申報自己在香港出生啊 那 直至之後呢 那你有紀錄的了嘛 你好像現在我們 新出生的小朋友 會有出生子 或者有外國護照 護照上面會有寫在你哪裡出生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就不是報清的了 就是你實際上在哪裡出生 所以有2Z字的朋友呢 如果你有媽媽說你是大陸出生的呢 你就問 是否你生我的啊 可能不是你生我的啊 那 可能有些朋友有X啦 X都是比較常見的 X是甚麼呢 X就是說你是報清在中國 不是 報清在中國出生的 中國包括 海南島啦 台灣啦 或者中國大陸啦 那如果釣魚台出生我就不知了 因為如果 如果 中國的法例上面 中國就說自己是 調台是自己的 那你一調台出生 可能你就是X啦 那如果你在日本 我出生子的 那可能在日本出生的嘛 那你回來就不是X啦 變成W啦 那W呢 那就是說 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出生啦 日本呀 法國 荷蘭丹麥 伊朗 瑞典 瑞士 美國德國 俄羅斯 全部 總之就是不在香港 又不在中國境內出生啦 那有些人有Y的 Y就真的很少啦 不過都有的 那那些什麼呢 那些就是澳門出生的人啦 那如果在澳門出生呢 就會有個Y字的啦 那所以很多人呢 在香港的永久性的居民呢 都會是星星星 就是三顆星啦 然後A Z 那這個人又有居留權 又可以回來香港 又是在香港出生啦 那講開身份證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欸 欸 身份證 究竟可以 就是 我 不喜歡我自己現在的名字 那我可以怎麼改名呢 有沒有什麼限制的呢 那 實際上呢 如果你要香港申請身份證的話呢 就有幾個限制的 第一 你可以沒有中文名 但是你一定要有英文名 那就是好像我這樣啦 Wu Park Leung Felix 那你可以沒有中文名的 那第二 有些人會說 喂 就是中國這麼多年的傳統 都是一定要跟老爸姓的嘛 那我跟了老爸姓姓胡啦 那可不可以不跟老爸姓的呢 可以的 那如果你是 那如果你是 身份證你夠十八歲呢 你肯付錢呢 就可以去改資料的啦 包括改名啦 等等啦 那如果你說你 哎呀 想不到我姓什麼好啊 那可以怎麼辦呢 那 沒有姓咯 沒有姓的那些人 那 沒有姓的 那就只有一個名咯 有的 那 那 有些人就說 啊 那例如我叫葉劉淑儀 那我姓什麼的呢 我應該 就是身份證在那裡 沒有姓和名的 那原來呢 就填葉劉 葉劉 葉劉 是的 葉劉 那麼 那四個字 那這張身份證呢 最多只可以有六個中文字而已 那 例如 他語是什麼呢 可能 歐陽 司徒 歐陽 司徒什麼什麼的 那些女士啦 多少分啦 那如果你 如果你姓愛生角羅 都可以的 香港最多可以有四個字的姓 那如果你姓 有五個字的姓呢 例如 有沒有五個字的姓呢 我真的沒見過那些五個字的姓 那 那 那 愛生角羅 我都已經覺得多了 魯爾哈赤 這樣的名字 那如果你叫愛生角羅 魯爾哈赤 我好像搞亂了一些朝代 一個原始的清朝 不要緊 那就不行了 在香港呢 你不可以登記一個這樣的名字 那 有些人會說 中文名和英文名 是不是一定要完全一樣呢 我叫胡柏倫 那英文是否一定要叫胡柏倫 那什麼呢 也不需要的 那你中文名可以叫胡柏倫 英文名叫陳泰文 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兩個都是你的名字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這樣 你中文名叫胡柏倫 英文名叫陳泰文的時候呢 有些人會說 麻煩陳泰文先生 請到優窗的時候呢 你就真是幾尷尬了 然後跟人說 我不是姓陳的 我姓胡的 那CJN 是啊 CJN就是姓胡的 不行的 這樣 絕對可以的 那 就是 沒有說不行的 那 英文字有沒有限制呢 英文字都有的 英文字最多55個英文字沒有 那包括康格 包括聖詞後面會有一個豆號 最多55個英文字母 那什麼叫55個英文字母呢 例如你喜歡你的名字 叫做ABCDEFGHIJKLMOPQRSDUVWXYZ 那26個英文字母 那你的姓來的 這個 那名字可能是 20YWX 那你一邊排下去 那你54 55 剛剛好55個英文字母 那些 那你可以這樣叫的 那當然不會有人這麼傻仔去做這樣的事 那 那 你不會說 啊 我除了以上的這些nogo 這些符號之外呢 後面 不是 身份證號碼 又有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有些人說 R字頭就是 上面是有些問題的呢 拿著K字頭身份證的人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呢 那 講下先 在1940年出身份證的年代 當時以不同地區區分 可能有ABC A在香港取身份證 B在九龍取身份證 C在新界取身份證 到DEF年代都是類似 D在香港取 ABC就是在取身份證之前出生的人 那些真的要取身份證 如果你是DEF 新的新的申請 那就是DEF 可能我年紀的 爸爸媽媽 年紀差不多的人士 通常都會是DEF字頭 或者Y 甚至會不會有X呢 即是會有的 我這樣的年紀當然不會有 過了DEF之後 然後就用了GHI 然後就開始 由1986年開始 就叫做一個統一法證 那就是說什麼呢 那就是統一法證 就是說 不論你是香港取身份證 九龍取身份證 20002 最後一秒取個就是Z0003 這樣 那可能大家都見到 有些非用姐姐 或者太用姐姐 或者印用姐姐 身份證上面的號碼 很特別的 我們正常 不要說正常 就是很多人 都是一個英文字母 可能A A,Y,B,D,G 但有些人可能有兩英文字母 尤其是W和WX W一直都是給外國人 沒有香港永久性居留權的 香港身份證的人 因為W不夠用 政府又不想開別的號碼的時候 就開了WX這個新的身份證的開頭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一個正常的身份證號碼 有一個或者兩個英文字母 加六個數字 再加固域裏面有多一個數字 或者一個A字 為什麼有些人A有數字呢 可能也有人知道 這個我們叫檢查碼 通常入境住 看看有沒有亂做一些身份證 其實這個檢查碼 已經被人知道很多年了 不過他都沒有改善 沒有改進過 都還在用這個檢查碼 那是什麼呢 可能身份證上面 頭有六個字 我們只需要把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可能英文字母 你轉了數字 例如Z就是26 Y就是25 將它乘7 然後第二個字 第一個數字乘6 然後乘5 乘4 乘3 乘2 第一個英文字母乘8 如果你是兩個英文字母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字乘9 第二個字乘8 乘7 乘6 乘5 乘4 乘3 乘2 我把這些數字加起來 可能是101 那怎麼辦呢 再把這個數字 除11 拿個預數 例如101 101 這個預數就會是2 然後再把這個數字 用11去減去 11減去就是9 所以如果這個人的數字加起來是101 那他的庫入面就是2 那如果你加起來 例如是100 那怎麼辦呢 那100的時候 那剩下的數字是不是1 就是reminder 那這個預數是1 那11減1 就是10 那庫不會有10 那所以有些人就A 身分證上面就是A字 例如是 XXX A0000 就是A 或者Y 身分證Y0000 那庫A 就是這樣 所以通常呢 政府的sample都是假的 那些身分證就用來騙人 那免得人 那免得人偽造身分證的時候 就被人刺破了這個 這個 但其實很多人 很多可能在讀中學的人都會知道 因為這個程式是香港中學電腦科 其中一個要寫program的一個程式來的 那如果讀電腦的人 很多時候都可能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那究竟這個身分證號碼包括什麼呢 剛才說有一組英文字 可能是一個或者兩個 加六個數字 再加一個括弧 那大家知不知呢 原來根據香港的身分證條例 身分證號碼只是包括英文字母 一個或者兩個 再加六個數字而已 例如我自己呢 就是一個英文字母加六個數字 那 括弧後面那個呢 只是 只是給政府 或者入境出境用途而已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前陣子跟一間公司 就罵了很久 就是說 一間生日電話公司 他跟我說 喂 一定要我給 括弧後面最後一個位的數字號碼 那我就堅持死都不會給 那我拍身分證也堅持跟他說 我要你拍不到那個數字的 那他是搞了一大輪 那之後呢 他就說 我們公司的政策是要看完所有的 又要 你要給你的身分證全個號碼 那我說 不是喔 只是需要給頭六個數字 和英文字母 之後那個括弧後面的數字 只是給政府用 或者只是給出入境用途用 你是不是政府 你是不是出入境用途 那咬了一大輪 那最後就找一個supervisor 就是對不住 對不住 是我們的錯 那同事可能 不是那麼熟悉法例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那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一個身分證號碼 真的只包括了你們的頭一個英文字母 還有最後那六個數字 那當然我們這些十八歲以上的人士 就例必有一張身分證要帶出街的 那大家就知不知 如果不帶身分證出街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那先講一下法例 在香港法例來說 年滿十五歲以上的年輕人 你可以說年輕人 年滿十五歲以上的人 就需要帶身分證明文件出街的 那什麼是身分證明文件呢 一定要證本 還有你的特區護照 身分證 或者其他的身分證明文件 包括逛街紙 那什麼是逛街紙呢 就是十五歲以上的人士 就必須帶身分證明文件出街 那如果不帶可以控告你 違反逗留條件 或者違反居留條件 那最高判處 如果你是違反逗留條件的話 逗留就是不是 香港本身不是香港住 在外國來 違反逗留條件可以被判處 六個月的監禁和罰款 一萬元 那如果你違反居留條件 即是我本身是居民 我沒有帶身分證出街 那是可以罰款六萬元 和監禁一年 但是可能有時候我們都會有說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說 真的忘記出街 有著情權的 那很多時候 你可以二十四小時之內 將你的身分證交去警署報道 那就可以將你的 迴反逗留條件 這個問題 豁免的 但是這個豁免權 就不是一定要行使的 可能有些警察 不喜歡你 就不行使 那 講到身分證 講到一些人權的問題 那 有些人問 警察查身分證 是不是一定要給他看的呢 這樣 是不是一定 一定要 要職場給他看的呢 那 和大家分享少少少資料 那 資料就是人權監察到來的 首先第一 就是 原來警察跟你說 我想要你看你身分證 是不合法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合理懷疑 合理懷疑 你是會違反香港的法例 或者準備違反香港法例的時候 才可以查閱你身分證的 當然啦 很多法例都是說的 例如 非法集結 有三個人向著同一個目標方向 令到人感覺到不安 或者 深水不靈 即是你約了三個朋友 一起去街 或者我拖著兩條女兒 一起搭著肩膀一起走 就叫做非法集結 那他就可以叫你查身分證 那 又或者你一個人在街上 沒有朋友 又毫無目的地走 那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油檔 油檔引致 他人不安 可能是 又可以查你身分證 那 所以說 只是 有 認為你如果準備會犯法 或者有合理認為你已經犯了法的話 那 警察才有一個合理的要求 要去查你的身分證 那 有些人會問我可以查身分證之後 要查我的袋 喔 可不可以的呢 那也是一樣的 又要合理要求 那 如果他認為你已經犯了法 或者他認為你有可能已經 將會觸犯法例的時候 他沒有權查閱你的袋 但他沒有權查閱你的個人資料 個人物件 他只可以看 我這部電話在這裡 但他不可以按 為何你有張 為何你有張和董建華拍的相片 啊 你是不是刺客 他又不可以這樣 啊 為何你有張和沈殿霞一起拍的相片 你是不是落毒令到他 落毒的 又不可以這樣 就是他只可以查閱 有電話 有些文件 有部相機 他就不可以查閱 那 守身又可以不可以的呢 守身也是同一個方法 他只要合理懷疑你準備犯法 或者 有可能觸犯法例 或者已經觸犯法例 就可以守身 那守身你可以有些要求 例如我要去偏僻的地方守身 但就會保障不到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除了可以走到一旁打你 那你可以要求當街當巷身 那你也可以要求 男人一定要男人守身 女人要求一定要女人守身 那守身的過程又不可以觸摸 你一些身體的部位 重要部位 只可以輕拍和撫摸 那就是拍下和不斷掩摸一下 那 如果你不帶身份證出街了 那他當然可以拘捕你 但是他在街上跟你說 我要查閱你身份證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說你是警察 我也不知道你是否是警察 我也可以懷疑你無警 你可以一樣跟他說 我要求你出事你的委任證 你可以這樣做的 當然他之後可以跟你說 我不喜歡出事 跟你一樣 你可以不喜歡出事 如果你沒有合理的要求 你可以跟他說 我懷疑你無警 拿你的委任證出來看 他必須要拿他的委任證出來看 拿完委任證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那種委任證都是假的 那警察就說 找上摩台查 你這張身份證是不是假的 你一樣可以打電話去警署 啊 麻煩你 我想找你的警署警長 那你跟他說 我就見到有個 好像警察的人 我懷疑他無警 他是什麼什麼人 他自稱自己是警察 要求查他委任證 是不是真確的 那即使呢 他告訴你真確也好 你還可以做些更嚴重的事 因為呢 根據警察通例第十七章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他 我要求你把警司級的人員 來確認他是警察的 你可以玩到這麼大 當然他也可以玩你大一點 懷疑你犯法 抓了你回去警署協助調查 然後搞了大輪 那你值不值得為了一張身份證 而搞了那麼久 不過當然了 你可以這樣做 那 這張身份證 做不重要呢 那有些人會說 身份證不是一定要的呢 那 那 說真的 原來呢 在香港來講 所有的 就是所有的 身份證明文件 都不一定需要身份證的 你可以拿著特區護照 一樣是一個身份證明文件 那 拿著特區護照出街 我喜歡給特區護照你看 我不帶身份證出街的 吹嗎 那 一樣是可以的 警察無權說 你沒有帶身份證明文件出街 那 那 就是你這樣的時候 呢 當然絕對可以 但是特區護照也有 其他用途 我之前都說過 特區護照可以我們去外地 方便我們出入境 那 那 現在的特區護照呢 比BNO更加方便 就是 BNQO 那更加方便 那 可以去很多個國家都免簽證的 那 真正身份證是沒什麼用的 那 出入境呢 哎 出入境就糟了 原來你沒有身份證 就出入不了境 出不了境的 那 也都入不了境的 那 所以你一定要帶備身份證 就是離開香港的境 特區護照就是進入外國境 那 所以身份證呢 和其實特區護照這兩樣東西 是 就是 有關聯的 當然你不去外地 就可以不用申請特區護照 但是身份證這件事呢 就真是一件幾重要的文件 大家都知道了 可能未必知道 身份證第一次不見呢 就需要320元保領 第二次不見就是640元 那第三次不見就是1280元 第四次不見就是2560元 一路配上去的 那所以大家不要不見身份證 否則你的錢只會賺一些庫房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既然記不見 reporter 帶她在 accident 不見 我有他 的 偽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